國內不少行業缺工嚴重 現在勞動部研議 取消喬外申依評點制來申請 而留臺就業的配額上限 也考慮鬆綁綠樹葉 研議月薪設下三萬到三點三萬 以及相關的技術條件 門檻等方向 不排除開放喬外申來從事房務員 但喬生認為吸引力不大 但業者則有正反意見 房務員清潔 整理得一成不染 但屢宿業異厚 工作人力嚴重不足 現在勞動部嚴密 放寬喬外申畢業留臺限制 其中一槍就是開放喬外申 從事房務員 面對旅宿業人力荒問題 中央潮設下三萬到三點三萬月薪 與相關技術條件等方向 能讓喬外申受僱旅館當房務員 但有喬生分析 喬外申未必買單 業者則有正反看法 台灣的年輕人幾乎都不做這個工作 那外國的學生的話 我們是覺得樂觀其成 這絕對有幫助 台灣的薪水又不是高過很多國家 那如果你開放這個部分 讓他們有工作權的話 也不無可能喬生會同意 但是我認為單純開放房務的部分 按現行做法 喬外申想留臺就業 方法之一是工作性質 具有專門技術性 薪資達到近四萬八千元 等條件就符合門檻 不然就是學評點制 學歷薪資工作經驗等等項目 達到七十點 但這項制度又有配額限制 勞動不考慮取消配額上限 留用優秀喬外申 把人才留在台 畢竟國內各行業都碰上缺工潮 補足人力缺口 也成了當務之急 記者 陳冠勛你之前 台北報導